据at中国日报近日,美国著名脱口秀主持人崔瓦 Trevor Noah,在其节目中吐槽美国,用行政手段封禁华为的行为。 节目中提到,华为可能因为其手机制造,而为大家所熟知,但其实它也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领导者。 但批评人士担心,允许华为建设5G,可能会使中国政府得以监视甚至切断我们所有人都将依赖的资料留。 崔华说,因为华为是中国公司,许多政府不相信它的安全性。 但想象一下,如果华为成为世界领先的5G供应商,那么中国就可以监视所有人。 这很糟糕,因为这就是美国想做的。 这就像你在开车的时候变道超车,然后又有其他人插在你前面。 你会说,嘿,混蛋,那是我要做的。 当美国正在开发自己的5G时,中国的5G遥遥领先。 中国基本上将要设定5G的标准。 这就像以前LD雷射影碟,和DVD的斗争一样。 如果你想知道,LD到底是什么? 没错。 那就是美国的5G。 所以这是一场许多人都说,美国已经输掉了的比赛。 但美国人很幸运。 你们之中有一位狂人,愿意不惜一切手段。 在这档节目的评论区,很多网友留言,表示认同。 据了解,崔娃是南非喜剧演员、作家、制片人,以及政治评论员、电视主持人。 他已主持美国讽刺新闻节目《每日秀》,Sedley Show,而闻名。 2017年和2018年,崔娃被好莱坞记者爆评为纽约媒体35位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。 从在2018年,时代杂志,也将它评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之一。 而《每日秀》是一档美国深夜脱口秀和新闻讽刺电视节目。 该节目在介绍中将自己描述为一个假新闻节目。 从最近的热点新闻故事、政治话题、媒体机构中获取草点,并制作脱口秀节目。 崔娃于2015年9月28日,接受主持该节目。 因此,该节目目前也被称为《崔娃每日秀》,综合at中国日报,观察者网。